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威波侠,他背后是所唾弃,第一是创办的洋沃运动,第二是签订了一系列丧权儒国的条约,第三是镇压了太平天国,可是背后真正授权的人是谁? 可想而知,除为李鸿章和外国军官的珍贵合影,李鸿章可以光作为清政府的代表,与十一国驻华公使签订新朝条约的珍贵合影,新朝条约签订后,列强得到在北京的驻军权,还获得了巨额赔款,甚至加剧了列强对中国人民的剥削,使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。 李鸿章又能怎样呢?若国无外交,他成了十足的悲剁侠,李鸿章生前共有两任正式夫人,三个儿子,长子李鸿章是一位职业的外交家,四,子李鸿章准备积李鸿章的班,三子李鸿章卖世卫以财高手,各个都是人中笼缝,徒为李鸿章珍贵的全家福,李鸿章和儿孙的珍贵合影, 这一刻十分的温馨,李鸿章手持涂扇,更是显得悠闲自得,最主要的是,孙儿的颜值都挺高的。 1896年,李鸿章和英国正要的珍贵合影,面容肃穆的李鸿章,占姿如松爱一番,难得一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